欢迎你们的朋友 欢迎你们的欢迎 欢迎你们的欢迎 对社兵喊话的人 据传就是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金 尽管看不清身影 但若真是普里格金 这将是他叛变将近一个月来第一次现身 言谈中透露未来动向 看起来瓦格纳集团并没有崩解 英国情报局曝光 这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 无计可施下 跟普里格金达成的协议 两个人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要出现可要慎选地点 去年的金专峰会到了今年 除了巴西总统换了人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不会出席 对主办国南非来说 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普丁三月因为战争罪 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要是缔约国南非不遵照规约 强制逮捕普丁 不只违反条约 还可能碰上经济制裁 南非认为如果真的配合逮捕 那等同于对俄罗斯宣战 这个外交难题 如今随着普丁不出席 让南非得以脱困 但普丁手中还有一招 十几号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 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陷入困境 十九号俄罗斯再放话 三个月内如果完成俄罗斯开出的条件 那就会恢复谈判 静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